这对夫妻是很特殊啦 那他们也是生了好几个宝宝 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很平常的就是生下来 那但是第二次生了 在怀孕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胎儿水肿现象 进一步检查再发现说 原来夫妻双方都有甲型海洋性凝血 那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机会 开始腹中或者胎儿水肿 有八成的小朋友 基本上他们父母都是没有状况的 很多新手爸妈要准备怀小宝宝的时候 医院产检一定要 可是有时候好像也是会去庙里拜拜 希望老天爷保佑的小朋友 一定要健康平安 就什么神都拜一遍了 只差九天玄女可能他也没有拜过 今天特别就请到 我们两个都穿粉红色没有默契 均安妇佑医院林克珍院长 来跟大家聊一聊 大家好 我是均安妇佑联合医院院长林克珍医师 刚才讲有天玄女你有听过吗 有啊 现在很热门的啊 所以有没有很多人看诊的时候 他跟你说我已经拜过什么神啊 还是说已经问过什么补了 有没有很多这种状况 也是会有啦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们是比较相信偷学的人 肚子里面的小朋友如果出问题 拜神明不一定有用 但是现在的科技可以想办法预防了 那今天特别我们要讲一个这个疾病 可大可小 可以很严重 也可以看起来很轻微 这个疾病就是地中海型贫血 那现在也叫做海洋性贫血 这个疾病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海洋性贫血的话 其实在国内来讲 是一个很常见的预算性的疾病 那它是分成两种 一个是甲型海洋性贫血 一个是乙型海洋性贫血 大概4%的是甲型海洋性贫血 1%是乙型海洋性贫血 有1%是甲乙两型都有 其实在产检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有针对这个做一个栽检 就是看看除了说熊素比较低以外 就是MCV这个籍 B80的话 我们却认为说做进一步的检查 很多地方都有了 像非洲、东南亚、亚洲、台湾 中国这些地方都是很多 贫血两个字 女性们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多了海洋性贫血 好像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 甲型海洋性贫血 这个的话是女性的遗传 那如果说夫妻双方都有 甲型海洋性贫血的话 那可能有1%的机会 可能胎子腹中或者胎后水肿 如果说同样都是乙型的话 1%的机会 纵持它就是可以顺利生产 但是可能要终身输血 要打台北针 或者是说要做骨髓移植 如果很轻微的话 我这个人可能有海洋性贫血的基因 但是我整个人看起来是没事的 结婚生小孩之后 他有可能会变成显性 他就会有很多状况 您是不是曾经就有遇过 很特别的这个案例 这对夫妻是很特殊 那他们也是生了好几个宝宝 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很平常的就是生下来 那但是第二次在怀孕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宝宝有胎儿水肿的现象 进一步检查才发现说 原来他夫妻双方都有 甲心海洋性贫血 之后的怀孕 那我们就是还没有变成胎儿水肿之前 差不多16到20周的时候 我们做羊水传刺 另外再加这个基因的确诊 诊断说这个小朋友到底有没有 就有一个统计结果是说 平均每个人身上 其实都带有至少两个的 遗传性疾病 就像是这个海洋性贫血 全球100个人里面会有一个发病 很多遗传到下一代 有八成的小朋友 他们父母都是没有状况的 院长你会很建议 新婚或者是要生育的这个夫妻们 要做婚前的经济检测 或产前经济检测吗 当然这个如果说可以做的话 一定是最好 怀孕的初期 甚至在备孕的时候 其实有做这样的检查 那当然是更好 小朋友的话那才去追溯这个 那当然已经后悔莫及了 我们创业生意 其实刚好有这样的服务 然后院长也非常的支持 只要抽三到五CC的血 你就可以做这些检测 那我们的方案也分非常多种 针对这种年轻夫妇 小吃方案的 对不对 然后也有60个项目 你想要知道多一些的 甚至是家里面有一些家族遗传疾病 你想知道更全面的 我们也是有那种 400项的这个疾病的项目 可以供这个民众来选择 好那如果我做了基因检测了 怀孕之后其他的产检我还要做吗 当然因为这是不一样的 怀孕之前的一些基因检测的话 他只是说看看夫妻双方是不是有带有某些已经知道的基因的问题 小朋友是不是有遗传到这样子的基因不一定 诞生以后 如果说有先天性异常 或者说合并一些罕见疾病 然后进程代谢问题的话 他不见得是只是说单一基因的出问题 超音波的话 粗略的看说 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构造上面的问题 结构性的异常 但是有时候高龄的妈妈 他可能蓝侧体分裂上面 比较容易产生蓝侧体树木异常 这个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刚刚讲的基因检测的部分 或者是说在做羊毛穿刺的时候 顺便做羊水晶片这些 那为什么你会说 那羊毛穿刺做了以后 也可以做羊水晶片 有一个医师他有提过这样的比喻 在检查的话好像是说我们图书馆 图书馆里面他可能很多书柜 这个一个柜子上面有很多书 我们如果做一般的羊毛穿刺的话 他只是看说我书柜 是不是都很齐全 但是如果说其实很详细的时候 到底书有没有少 光是从看书柜 是不是完整可能是不够的 羊毛穿刺是看不到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做羊精 对 羊精的话就是用更精密的一些技术 我们叫SNIF 269样的探针 去侦测到底有没有一些 微小片段 他的缺失 或者是桌木有增多 我们怀疑 他如果说心脏有问题 骨骼方面有问题 颅面有问题 或者说密尿系统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加做这些的话 可以检查出说 是不是跟基因片段有问题的关联性是怎么样 就你刚才说书柜跟书柜 可是现在的人好像都上网 都不去图书馆了 哈哈哈 图书馆 不会说他是在online有这样子的 像online journal 我只是开了一个玩笑 但是院长非常认真地把问题给回答完了 国际文献其实有研究 说这个胎儿染色体的片段缺失 其实跟年纪好像没有太直接的相关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是因为高龄 我才去做羊穿 才做羊精 基本上如果你想要知道小朋友是不是健康 完整地知道他的健康状况 其实羊精就是必备的 今天就很高兴请到我们林克珍院长 以后大家有问题 不要再去问九天玄女了 来问我们院长就可以了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请院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拜拜